面对未知的正确心态 很多人对于自己看不见的事物 哪怕是真实存在的事实 他都不相信,不承认 比方说鬼神 他们就认为不存在 因为没见过 阿罗汉我没见过 佛菩萨我也没见过 都是迷信 还有很多人说 佛菩萨是你们心中幻想出来的美好的愿望 什么极乐世界,天堂 都是不存在的事 你怎么知道不存在呢 你有什么依据吗 没有 没见过就不相信,不承认 这是一种不科学的心态 有智慧的人 对没有见过的事物 只能说先搁置不论 最多也就是说 这个我没见过 我不能说它存在或者不存在 你只能说我不知道 不能说没见过就是不存在 我们没见过或者看不见的事物多了 都不存在吗 所以你只能说我不知道是不是存在 这才是一种客观的态度 对轮回 对轮回也是一样 有一只生长在井底的青蛙 生也生在井里面 长也长在井里面 外面的世界 他哪里会知道呢 他没有见过 但他能说不存在吗 最多是说 外面的世界 我没有见过 是什么样的呢 这样才客观 是什么样的呢 那是什么样的呢 Raum